阿川 民眾黨現在真的把大家當笨蛋 他就硬要把所有鍋推到端木正身上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個人講得最好 張經營 柯文哲市府研考會的主命 他其實說端木正面要冒多大的風險 第一個 他可能會被吊灶 第二個 我有行責 第三個 明明這個憑證 民眾黨兩天都找到 我時間要急到兩天都不願意等 第三個 我還要賭 我不會被複合抓到 第四個 我如果被抓到 我還要賭 我過去長久在民眾黨經營的人脈 要從此破裂 根本沒有人會幹這件事 阿川 你說看了這個 113年總統副總統選舉申報的政治結算表 看完之後 你說端木正更不可能這樣搞了 因為這個 這樣你報了總表 這叫總表 總共收4億花 花3億多 對柯文哲跟吳馨營的總表 對 就是收了4億多 花了3億多 對 總幹事 對候選人來說 哎呦 還有存 喔 對 我們有花這麼多 一定是這樣問 我們有收這麼少 我們有花這麼多 他一定會問會計師說 真的是這樣嗎 但是他們在第一時間 4月7號就報出去 這就是陳志然說的 時間來不及 好 問題是又經過了幾個月 5 6 7 經過三個月 段木正有去更正 這邊 更正日期是7月3號 對啊他有去更正 他有去監察院改喔 代表什麼 代表他們發現這裡頭有一些問題 這裡頭 那是誰發現有問題 當然也段木正 對 做會計師說這個有問題 昨天不是有十五張的發票 有問題嗎 對不對 各位仔細看那十五張發票 裡頭都有會計師寫字在上面 對 有無發票 對 有圖改以後沒有蓋章 所以搞不好那十幾張啊 憑證會款紀錄跟發票 就是堆不起來 蓋給段木正拿走 然後現在陳志然拿出來去扣到端木在頭上 說端木正漏報 所以你回去看上面有這個 會計師寫無發票 然後上面有好幾張被打叉 然後還有寫掃報五十萬 對 會數百萬 頂管傳票車三百五十萬 還有第一張不是報了一千多萬的傳播費嗎 可是上面只有四百多萬 是 那個傳票四百多萬 匯了一千多萬 這對會計師來說 這兩個所持不一樣 會計師最好就拿嘛 會計師要幫你解釋喔 會計師發現你是不是不對 退喔 管你的 你就去補嘛 看你要換上面那張 還是換下面這一張嘛 這兩張長一樣 我才讓你報嘛 昨天節目錄到一半 端木正還沒發那個聲明之前 我們是說死了 你端木正你都要亂創對不對 對 然後違反什麼 會計師法 會計法什麼什麼 你會被懲戒嘛 對 會被除民嘛 會有刑事責任嘛 最常是除民耶 你有可能被停權耶 罰錢耶 對 會計師裡面懲戒 那大家想說 我們看下一張 大家想說你這個端木正 你為什麼都不出來講 會計師法四十六條 就不能講啊 什麼意思 會計師法的第四十六條 就告訴你說 不可以洩漏客戶的秘密啊 所以他們民眾黨一 施定端木正沒辦法出來講 二拿了一些端木正退過的發票 把死扣在端木正頭上 那四十六條就告訴你 客戶的秘密只有誰 只有委託人跟叫你講你可以 對 你說客戶文者叫你出來講 你可以 或者是特定的機關 譬如說檢察官 叫你 傳你去 你可以講 對 你現在不能殺你亂講 你說我告訴你 那三張九百萬的就長這樣 他不能講啊 對 他即使知道都不能講 因為你只要講了 你就違反了會計師的規定 難怪他叫他有人出來爆料 端木正有人出來爆料說 釐清的重點是 沒爆帳的單據哪來的 就你剛剛講 那十七張哪來的 是否有可能競寵 根本沒有把這些單據交出 不是沒有交出 是應該是被會計師下面的助理 就退掉了 就已經退掉了 簡單嘛 憑證 發票 匯款紀錄 三個要漲一樣 國字少一個輸都不對 好 不過這是我們的猜測嘛 對不對 說還不一定 反正最後端木正直接嗆 檢察官快來找我嘛 對不對 那我看快了 檢察官也可能要去找 但是端木正手上有沒有留東西 一定有 因為他說趕快來找我 他要幹嘛來給大家看 再次強調 趕快來找我 我有相關證據 可以提清真相 我告訴你啦 會計查爾有一個 就是他們都要記錄啦 那個底稿啦 這個底稿 底稿可能是打字的 可能是手寫的 結果我在查的過程當中 發現這裡有一個缺點 我就要記 我就要記 那個底稿他們都要留著啦 是 就是以後查的時候說 我東西不記喔 我也要把你的缺點喔 你這幾個都要蓋喔 這是會計師的職責 各位 你現在可以Google上網 端木正跟朱國榮 誰 朱國榮 年紀大一點就知道 朱國榮現在已經潛逃到俄羅斯了 不能潛逃都是大咖 他炒股票 在台塑寶跟中國人說合併的過程當中 也涉及台塑寶的大量的股份去跟中信進行談判 他還有這個殯葬事業 是 生命事業 是 很多的殯葬業 他也有關係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他被特徵組調查 對 他被特徵組調查 特徵組調查的時候 他的財務長 就叫端木正 端木正是幫朱國榮做帳的大帳房 而且是跟了他十幾年 特徵組最後一個要關案 要結束營業的這一個案子就是朱國榮的案子 所以這一個端木正跟特徵組之間的 這一個常常被叫去喔 十幾年前 端木正就是幫特徵組調查的對象作帳的 對 就是特徵組要查朱國榮 因為裡面有一些數字嘛 特徵組就要叫端木正去說這次啊 這個數字怎麼來 然後你現在民眾黨說端木正有兩千萬短缺 假裝沒看到 然後端木正是安全下莊 他幫朱國榮做財務長 然後一直被他問 問到他最後安全下莊 那他厲不厲害 他很厲害 然後你現在說 報總支出3.4億 肉報兩千萬 佔總額的5.8% 這很多 我報仗佔0.0幾%的誤差都不行了 佔5.8% 端木正會假裝沒看到 對嘛 所以你現在去惹端木正 你就惹錯人了 所以端木正這個會計師事務所 就是發了一個聲明 說要來 檢察官你如果要來 你就來 我沒差 所以 難怪他會計事務所是民國76年就創業了 所以他不是一個很嫩的會計師 你想要把他嚇 可能嚇不過 這一次民眾黨你可能惹錯人了 好 非常謝謝阿川 請阿川回到問題上 今天我想問人造 總共事長 人造你是專業的會計師 你曾經在四大會計事務所裡面服務 而且當經理一直 而且你同時是民進黨的議員 你也選過民進黨的立委候選人 你同時懂政治現金申報 同時也是會計師 我就問個很簡單的 哪一個會計師看到誤差5.8% 敢假裝沒看到 誤差5.8%只有民眾黨6%內 可以當沒誤差 可是會計師1%都是天大的誤差 所以這件事真的有可能嗎 當然不可能 其實鄭浩 其實大家都知道 會計師的這個職業是超然獨立的 誠信第一 誠信最重要 誠信正職他有特別講 誠信正職 這是我們會計師的精神 誠信正職 我們差一塊錢都不行誒 差5.8%不行嗎 我們連一分一毫都不能差誒 我們去查人家的帳 有任何的問題我們都要去釐清 一分一毫都要查出來 報表會平衡 報表才是正確的 我們才能對外去讓投資者去判斷 去看那些報表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站在一個會計師的立場 誠信正職 這個一定是第一個要務 我們去念會計師學 我們去念審計學 我們作為一個會計人 誠信正職 這是我們第一門的課 是嗎 我們要上課的第一門的課 你上課第一門課叫誠信正職 這是我們要做一個會計人的精神 這個是務必要守住這個精神的 所以這幾天大家在討論會計師的職業 真的是已經在業內已經爆炸了 大家想說怎麼可能會有會計師去做這個事情 我們再回到業界來討論這個事情 你有可能登帳 就是記帳的人跟查帳的人會是同一個人嗎 不可能 你請問大家這樣符合邏輯嗎 出納跟會計要兩個人 對 這是大家都有一個common sense 大家都有一個常識嘛 你在做一個出納的人 做一個記帳的人 就絕對不能同一個人嘛 對 那求援界裁判絕對會 中保私囊絕對會有問題對不對 對 那現在柯文哲這邊來說 全都是端木正做的 對 那大家覺得有可能會這樣子嗎 所以在職務上絕對不可能會計師去做記帳 然後我自己記帳 然後我再自己查自己 然後告訴全世界說我查的帳 不會有問題 對 請問這樣會計師是不是自打嘴巴 那這樣子以後 還會有人在相信這個會計師嗎 對 大家去想一下 考一個會計師容易嗎 不容易很難 要訓練出來做一個靠計師 醫師律師會計師 那個執照 考到這個執照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會有任何一個會計師 會去拿他自己的職業生涯 去賭這個事情嗎 對 他有可能會面臨像剛才我們大家講的 他有可能會面臨被吊銷的責任 對 牌照被吊銷 所以他會面臨到很多的問題 那請問這樣子 絕對不會有一個會計師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他的事務所76年就成立了 請問有多少個客戶在他手底下 對喔 那如果大家已經不信任這個會計師 不信任這個事務所 那請問他的客戶呢 他是諸國龍的大帳房欸 而且一個月只給他七萬塊 對啊 你給他七十萬七百萬 我還沒想幫你做個假照 七萬塊幹什麼 七萬塊幹嘛 插不起人嘛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們 就是大家上網都看得到的 政治現金的會計報告書 對 在場 吳徵有 吳徵記驗豐富 大家都選過去 大家都有看過 你也不差 葉原資也記驗豐富 對 他快要沒資格了 要被buck 對 所以大家看一下這一張 對 這個是我們在收據 就是我們的會計 那個憑證 對 資料 所以這個是制式的 我們要做這個憑證 這個都是政治現金系統上面 溢下來的 是 那看一下 憑證要貼在下面欸 憑證要貼在下面 那請問有哪一個會計師 會去上面寫說 石勒跟尼墨 我有總共加起來 九百一十六萬的錢 然後下面不用付憑證 你覺得有可能嗎 他不是想做帳就做帳 下面要有憑證才能上傳 對啊 你做一個會計師 就像剛才其實川哥 他對會計師這一行業非常了解 對 很多的憑證不符合規定 都不能做憑證的 對 我們的報價單 我們的進貨單 我們的進貨單 那些都不能做憑證 都不叫憑證 要合法憑證 發票 對 合法的收據 這很明確 所以我們的合法的憑證 都要放在下面 所以這些都要這個 所以請問 這九百一十六萬 到底哪裡來 很明白 就是假交易 你沒有憑證 你怎麼會去列這個支出呢 對 這非常不合理啊 而且大家看一下 最重要 他這還有設計一個欄位 你參選人要簽名 你參選人要看過 那請問柯文哲選總統 你參選人是誰 柯文哲 柯文哲嘛 他要蓋章 他要不要蓋章 要不要看過這些評證 要 那你說他沒有責任嗎 絕對不可能可以撇清責任嘛 但是他現在就完全撇到給端木正 給這個會計師 那大家其實想說 怎麼可能會合理嗎 非常的不合理 而且這一路上 像他記者會上面 還有特別有說到 他說端木正時間不夠 不會 很合理啊 我時間不夠就會亂搞啊 不是都這樣嗎 大家知道 依照政經法規定 申報日期可以到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投票日完後的三個月 對 時間很非常的充裕 而且在你選舉的過程中 你都可以上網去做登場 邊選邊申報了啦 那另外一個最重要 請問你競選總部 有沒有自己的財務小組 有 有沒有做現金流 有 一定要嘛 對 不能說 所有選舉選到完 然後把所有評證給我看一次 我才知道我這次選舉到底花了多少錢 我的收入是多少 有可能嗎 不可能嘛 像我那時候選舉 我是每個禮拜問我還剩多少錢啊 對啊 不過要勤啊 不過錢我們要去外面找 對啊 要去勤啊 對啊 對啊 所以 柯文哲 舒老師 我都不知道 我不夠 我是整份給端木證 你說不可能 不可能嘛 所以他的現金帳 現金流做出來的流水帳 一定是把所有流水帳 都給端木證 對 給會計師 去做查核 去做簽證 但是一是兩份 那所以這個流水帳裡面 是不是有九百一十六萬 的這個支出 然後端木證 按照這個去做查核 去求端木證 是不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那就問題是出在哪邊 就是出在他們競選總部的流水帳 是有問題的 對 他們內部的人 自有在上下騎手 自有在做這些動作的 大家這樣去理解一下 大家應該看得懂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裡面 今天來不及的 貓膩可能是出現在競選總部 難怪端木證說 剪掉趕快來查